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中片幅相機 那就是我們GFX100 這一台相機有一億像素 一億像素 這台GFX100要32萬 而且是單機身而已 沒有任何鏡頭就32萬 真的是有點貴啊 但是這一台中片幅相機有一些事情是 全片幅APS-C或者是口袋相機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全片幅的長寬比是4比3 那正常的APS-C或者是全片幅 長寬比都是3比2就是比較寬的 那我覺得4比3比較高 看起來有不一樣的感覺 鏡頭的品質也都非常好 因為它原本設計就是要給一億像素來拍攝 所以當然沒有話說 中片幅相機或者是大片幅相機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就是它的動態範圍 只是全片幅APS-C沒有辦法做到 超級寬的動態範圍 原本的照片可能看起來曝光不足 或者是曝光過度 但是這些中片幅相機的檔案保留非常多資訊 再浮誇的環境我們都可以把高光暗部全部都拉回來 那中片幅相機其實有很多種 但我覺得GFX100這台相機最厲害的就是它有防手震 中片幅相機裡面有防手震 真的是超讚 我使用110毫米的鏡頭 手持超慢快門拍攝25分之1秒 全部的照片都非常銳利非常清晰 這真的是有點有點有點太厲害了 不同的相機就會有不同的特性 那不同的特性就會有不同的創作方式 那不同的創作方式我們就會有不同的作品出現 我覺得一台中片幅相機三十幾萬 其實價錢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到底有沒有喜歡創作 你到底喜不喜歡攝影呢?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攝影日常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攝影相關的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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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